关注周琪或马布里的球迷都应该知道两人的关系非常不错 当初周琪拿到NBA合同后 马布里第一时间送上了祝贺 在此后的采访对他也是不吝赞美之词 有一次 摄影师还抓拍到周琪坐在广告牌上与马布里闲谈的一幕 看老马的小眼神 球迷对此也进行了一番调侃 做广告牌 罚款跑不掉了 2017年的7月7日 马布里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周琪与火箭队签合同的照片 并配文道 祝你好运 小兄弟 还不忘艾特周琪 非常满心 所谓不打不相识 马布里效力的北京队和周琪效力的新疆队 双方已多次上演交锋 两人作为各自球队的主力核心 他们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面对镜头 马布里没有一味的去夸张周琪 评价十分重肯 我们都知道周琪的身高是他最大的优势 但是对抗能力不是很强 所以马布里建议他增重20磅左右 不然无法在NBA立足 事实上却是如此 如今周琪已经离开NBA 回来CBA打了两年 又转到欧洲赛场 除了要增重 马布里还建议周琪练力量 他认为周琪的力量不够 导致他在NBA打不出来 这也是他无法立足NBA的最大原因 马布里肯定了周琪的投篮能力 这是他的优势 但是他要学会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弥补短板 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 从周琪近几年的表现来看 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办法 另外马布里还谈到NBA和CBA球员之间的差距 下肢力量有所增强 但是上肢力量简直无法比较 从实战来看 确实如马布里所说 中国南篮确实需要加强力量对抗 不过基因和天赋这种事情很难说 至少在现阶段来说无法改变 也不得不说 黑人的爆发力确实强 耐力和节奏感都非常好 这与后天努不努力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 马布里说到了重点 也看出了中国篮球存在的问题 但是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周琪的最新采访 此前他因与对手发生肢体冲突 引发了不少球迷的热议 四名队友护着他的一幕 让人倍感暖心 在接受采访时 周琪被问到 与哪位队友的关系最好 他毫不犹豫地做出来回答米奇克里克 这不是队长吗 此前米奇克里克也表示 自己最喜欢的队友是周琪 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但也不得不说 情商太高了 从视频采访来看 周琪满脸笑容 看得出来他很开心 祝他今后的职业生涯之路 越走越顺利 这次看出来了 有趣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